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Antonio Nunes 是Hospital Luz Lisboa的一名类科和重症医学医生 我们的生活环境因新冠肺炎肆虐而变得复杂 但目前已逐步恢复正常 为了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Hospital Luz Lisboa对就诊流程和路径进行了一系列改进 下面我们将上年展示我们为您所做的各项改进 请跟我来 在补充性诊断检查中 即在超声扫描中 安全问题继续得到保证 此外 患者在检查预约的前一天 会收到医院针对呼吸系统症状和体诊的电话问卷调查 在检查当天 同样的安全问题将继续得到保证 凡患者经过和接触过的地方 比如患者在进行检查之前用于更衣的储物室 都要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 在检查室内 所有安全条件均得到保证 具体来讲 所有检查设备均覆盖有塑料薄膜 医生使用完毕的个人防护设备 口罩和护目镜 同时也要穿隔离服和佩戴口罩 这取决于接触生物液体的风险 Hospital de Luz Lisboa将一如既往 为我们的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并保证所有患者与医务人员的安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